你是否在炎炎的夏日 嚴重依賴電扇或者冷氣呢 然後在晚上也是狂吹著他們 直到你醒來為止呢 但是你知道嗎 這樣的習慣 有可能讓你更加接近死亡喔 大家好 我是阿雄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 韓國的都市傳說 電風扇密室殺人事件 在1973年7月9日 韓國的報紙 報導了一個密室的死亡案件 有一名20歲的獨居韓國男子 被發現倒握在自家租屋的房間裡 他們在調查的時候 發現租屋的門窗都是紧閉的 沒有任何入侵的跡象 也沒有任何外力致死的原因 在房間當中 只有兩台正在運作的電扇 因此唯一可能行凶的 就是那兩台電扇 這個事件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很多韓國人就開始相信 晚上吹電扇 是有可能會死掉的喔 接著開始有醫學的研究發現 吹電扇真的有可能會致死 第一個說法是 當我們開著電扇 會使人體的溫度下降 然後逐漸失溫 就死掉了 而另外一個說法是 電扇製造的氣流吹向臉部 可能會減少睡夢中的人 呼吸到周圍的氧氣 進而窒息死亡 這兩個說法都非常整理 因為韓國的夏天是非常熱的 不太可能因為吹電扇就失溫而導致死亡 而窒息的說法呢 更加讓人匪夷所思 除非你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 人才有可能因為缺氧而窒息 這樣科學的論證都不能夠阻止韓國人去相信 電扇會殺人 因此更有人相信 這個電扇的多數傳說來自於一個更加可怕的 陰謀論 電扇密室殺人事件的謠言出現的時間 非常的巧妙 因為在1970年代的時候 韓國出現了一個能源的危機 而政府為了讓民眾減少用電 所以放出了這樣的一個謠言 不過認真調查下來發現 早在1927年開始 就有電扇殺人的謠言 最後有一個更加詮明的說法 你們聽過信念殺人嗎 因為大部分的韓國人相信電扇能夠殺人 所以電扇就擁有了殺人的能力 而這個故事傳說 最終影響了電扇 所以在韓國販售的電扇 都有定時定溫的功能 以及最長的使用時間限制 它就會自動關機 我是阿雄 聽過這個故事之後 你們還敢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吹整碗的電扇嗎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不妨就按下訂閱 並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今天的故事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支援 because 好